英国金融时报10月24日发表题为 世界变化之际 别对中国学起视而不见 法华偏见令太多人迟迟看不到中国机遇的文章 作者是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 他在文中指出 一些人曾说中国不可能成功 但如今我们天天目睹的是中国的非凡成功 世界秩序在变 但很多人因长期法华偏见而看不到这点 中国的非凡表现并不新鲜 事实上历史上除了曾经的屈辱世纪 中国一直是最强大的国家和文化之一 过去40年里中国的变化令人瞩目 36年前笔者访华时把旧真计算机送给当地官员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还神奇 如今中国在先进科技方面比进美国 并很可能5年内取得领先 自1984年以来 中国人均收入增长30多倍 预期寿命增加10岁 贫困率几乎降为0 1990年时 中国第一个股票市场启动 是由我认识的几名爱国青年设计的 自那以后 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故事 这一切都说明 中国崛起 对政治经济和投资都带来巨大影响 政治上 美国日益担心中国全球影响力增加 中国经济规模 已与美国大致相当 且扩张速度更快 时间在中国这边 中国拥有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 中国还产生和收集更多需要人工智能处理的数据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它强化了积极的社会规范 也有望带来巨大效率 最后是投资方面的影响 作为全球宏观投资者 笔者常思考 应在哪里投资 投多少 中国的基本面强壮 资产价格相对有吸引力 全球对中国的股票和债券的持有不足 这种不足 至少部分是由于法华偏见 但情况即将改变 中国市场正向外国人开放 外国人现在至少可以进入60%的市场 而2015年只有1% 美中在贸易 科技 地缘政治 资本市场和军事力量上 激励竞争 长远看 永恒和普遍真理 决定了国家成败 当生产力强 财政稳健 资产增加速度 超过负债时 国家就会崛起 这往往发生在国民受过良好教育 努力工作 行为文明之际 客观地将美国的这些方面进行比较 基本面显然对中国有意 成见和偏见总是蒙蔽眼睛 令人看不到机遇 若你出于与中国现实不符的原因 对中国持怀疑态度 笔者建议 理清思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